今天来吃三根豆芽 先挑选30颗直径4毫米的绿豆 选取38-39度的新疆天山马纳寺冰川溶水 让绿豆泡一夜 唤醒沉睡的绿豆 然后抽掉冰川溶水 布可直接倒水 接着准备一个杯子 底部垫一块吸水布 放上绿豆后再盖上一块布 放到阴暗处静置 坚持每天给它加水 经过七天长出健硕的豆芽了 挑选三根长势良好的豆芽 去掉头尾保留中间精华的4厘米 再测量下豆芽直径 根据测量结果挑选合适的工具 就是它了 钛合金针具 小心地穿过豆芽内壁 疏通下内部空隙 接着再一端镶嵌一颗白芝麻 另外两根同样标准化流程作业 这样嘎嘣催的口感非常美妙 然后抽出最后剩下的鸡蛋 采用一次性高科技注射器注入鸡蛋液 最后在另外一端再镶嵌一颗白芝麻 封住鸡蛋液 开始正式烹饪了 运斗中就因岁月留下了斑驳 来自北极的小树叶 放上豆芽鸡蛋 吸取chillipotter 好了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猫可包可